古老徐能祈祟 好 我们继续看讲义 4.6.9页 接着谈 30-39 不共法 这就是佛的实力 佛实力者 利就是辅助 气势不可穷尽 不能破坏 佛雖然有實力有十個名稱 但是其實只是一個智慧 所以實力它的體性也是智慧 而用這樣的智慧來圓十種事故名為實力 佛的智慧圓一切事故 應該有無量的力 那為什麼只有這實力呢 論主說用這實力就足以度化眾生了 所以只要說實力就好 因此只需要陳述這實力 其他以此類推就可以了知 底下分別解釋這實力 第一例是了達一切法因果 在大制度論他有一個名稱叫做事處不事處致力 事處就是有道理 無有事處就是沒有道理 就是比如說眾善因得惡果這有沒有道理 這沒有道理這叫無有事處 那麼眾善因會得到樂果這有沒有道理 有那就叫做事處 所以佛如實之因果 什麼樣的因造成什麼樣的果 合不合乎道理 佛具有這樣的智慧力 因此出力 第一個力 就是知道一切法是因或非因決定通達的智慧 因為出力 如佛說 如果有一個狂妄的人 例如我們在四四七頁 不是有舉到一個例子嗎 公道理 有一位 四四七頁 第四 波黎茉梵范志 這位裸行外道 他就 說 佛誇大的話 佛有大智慧 我也有大智慧 佛有大神通 我也有大神通 佛事先一個 我就事先兩個 佛事先兩個 我就事先四個 總之我都是加倍 就是誇大其詞 佛就說 如果他沒有捨棄這樣的話 沒有捨棄這樣狂妄的心 沒有捨棄這樣的寫劍 想要到我這個地方來 那是到不了的 有人說 到不了我把他用皮革的繩索綁住 用好多牛再拖也可以拖過來 怎麼到不了呢 佛就說 你即使這樣做 他那個皮革的繩索會斷掉 或者身會翠裂 總之還是到不了 在那個地方這樣說 這裡就是講那件事 這樣狂妄的人 不捨棄 狂妄語不捨棄邪見 不放捨 這樣狂妄的心 想要到佛的面前來 這是沒有道理的 到不了的 如佛告訴阿難 世間如果有兩位佛同時出世 這是沒有道理的 一個世間 只有一位佛出世 那是有道理 有關這個問題就造成 身文佛法跟大聖佛法之間的出入 身文佛法他們認為 既然只有一個佛出世 但是怎麼會有現在十方佛 他們不相信 那在大聖佛對這問題有詳細的討論 這個地方是說 雖然《多戒經》有這麼談 但是這個是為一佛的世界來說 但是其實還有十方無量無邊的世界 那當然有千百億萬佛同時出世 這詳細的大家也可以參考大聖佛論 有經中說 身口義惡業 造了身口義的惡業 卻得到可愛的果報 這是沒有道理的 如果身口義的善業 也造作了而得到微妙可愛的果報 這個有道理 所以出力就是知道 什麼樣有道理 什麼樣沒有道理 這樣是不是何無因果 佛都非常清楚明瞭 如是等五藏諸經中廣說 三藏就是經律論 之前有提到四藏 有經律論還有雜藏 這邊又提到五藏 這裡的五藏 如果依據十柱必破殺論 第十七柱是品 如角柱一一五 倒數第二行 這裡提到的五藏 是修多羅 這就是經 匹尼就是戒律 阿比坦就是論 第四 摩多羅加 有的翻譯為 摩達里加 或者摩德勒切 它就是本母的意思 第五是菩薩藏 本母我們之前說過 它是對於很多很多的經 標舉綱目 然後加以解釋 例如 舉四念處來說 那麼有很多 談到四念處的經 對於四念處經加以解釋 四念處的定義是什麼 四念處所觀的境是什麼 四念處如何修持 它的次第如何 或者四念處跟其他道品之間的關聯 這些都是重要的綱目 那本母的意思就是 就是把經典散說各地的 把重要的綱目挑出來 這個叫標目 標舉綱目 標舉綱目以後 再來一一加以詳細的解釋 這叫本母 就是這裡的摩多羅加 這五藏諸經都廣說 什麼樣合乎一理 什麼樣沒有道理 第二例 如時 直到過去 未來現在 所起葉果報 就是葉報致力 第二例 第二例 於過去未來現在 諸葉 造作哪些葉因 諸法受 造作了這些葉因 會受苦還是受樂 佛都如實分別 了之 造什麼因 是得到樂受或苦受 再來 佛也知道 造業 或者受報的處所 也知道 事 這事就是善惡因緣的事 等一下會解說 也知道果報 底下分別解釋 這五項 第一個 是佛善之 三世諸葉 那麼從過去式 現在跟未來 來看 這個葉 造了葉 那麼什麼時候受報 看它彼此之間的關係 例如葉 是過去所造 那報在什麼時候呢 這裡就提到 佛若預知一切眾生 過去諸葉 過去葉報 就能夠知道 如果葉是過去所造 那它報是現在才受報 有的呢 是過去造業 報在未來 有的葉是在過去 那麼在 過去已經受報了 另外有的葉 它比較重 它一世 並沒有全部 報就 就受完 它的力量還可以延續到下一世 或者更多事 或者更多事 因此 有的是葉 在過去 而報在過去以未來 有的是過去造業 那過去生 受報以後 這個因為太重了 那麼現在是又受報 有的葉是過去而報 在現在與未來 又有的葉在過去 但這個葉非常非常重 它不只是一生就報盡 有的在過去 在現在甚至延續到未來 這包含善業跟惡業 例如說 種了很大的惡業 可能在地獄 畜生 惡鬼 它會包很長 造了善業也是如此 造了一個善業 一生 享受福樂 那 下一生 再下下一生 都一樣延續 那如果葉是現在造 報 也的現世就報 也的葉在現在 報在未來 也的葉 在現在造 報 除了現在還有未來 那如果葉是未來 那報只有在未來 因為未來在造業 不可能說 未來造業是現在去享受它的果泡 或者過去就享受 這不可能 有因則有果 再來如實之諸受法 這裡就提到有四種 有的 現世受樂 而後世受苦 有的現在受苦 而後世受樂 有的 現在受樂 後世也受樂 有的現在 受苦 後世 一樣受苦 再來如實之 夜受報處 隨夜 時間 地點所在 佛都知道 也知道 受報的處所 這個時間 跟地點 在什麼 地方 時間點 照業 在什麼時候 什麼地點 受報 佛都如實了之 再來 如實之 善惡因緣事 事者 隨因緣 也得 也得因為貪 而造了 惡業 也得因為 撐 也得因為吃 等等 這個因緣不太一樣 或誰 善不善根 然後貪真吃 或者 多製作 或者因他做 如實等 善惡業 因緣 佛 都了之 報 知道 諸業各個有報 善業 的話 有可能生在善處 有可能就超三界得內盤了 惡業 只有諸惡處 來生 佛 完全了之 諸業本莫因緣 至深及他 自利不退 顧名為利 第三例 如實之道 禪定三昧 分別構敬如出相 這大字論 他就稱為 禪定解脫三昧之利 第三例 第三例 佛 對於禪定解脫三昧 他是 染污的 或者是清淨的 佛都如實了之 下面所舉的這個都是禪定的 意名 雖然 這個意名有時候互通 但是 特殊的用法 我們 需要知道一下 禪 它的範圍最狹小 就是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四根本禪 才可以稱為禪 這是印度 經論所說 但是到禪中 他用禪 這個用法不太一樣 定 這裏所說的定 是三摩波底 是三摩波底 就是等質的意思 從平等持心 到達定境 這叫等質 三摩波底 三摩波底 主要用在 事物設定 事物量心 面禁定 九次第定 這個都是 三摩波底 我們這邊範圍定 如果 還原範文的話 當然就是 三摩波底 解脫 這裏的解脫 是八解脫 詳細大家可以參考 大盛卷二十一 大盛章二十五冊 二一五頁上南 到二一六頁上南 八解脫有的翻成 八被捨 背棄 五欲 捨 這些貪欲 遠離執著的心 顧名背色 這八種 第一個 內有色相 外觀色 內有色相外觀色 第二內無色相外觀色 第三 淨背色 第四 空無邊處 第五 事無邊處 第六 無所有處 第七 非想非非想處 第八 滅壽想定 就是滅盡定 有這八種 三媚 三媚 就是三摩地 它這個 詞用的最廣 從 最低的 未到定 或者是百八三媚 最高的手嫩顏三媚 通通可以成為三媚 所以三媚適用的 範圍最廣 禪 它只適用於四根本禪 三媚 這裡就說 除了諸禪解脫 之外 其他的定 都可以名為三媚 都可以名為三媚 有人說三解脫門 這就是三三媚 或者 有絕有關 無絕有關 無絕無關 這也是另外一種三三媚 這也是另外一種三三媚 有人說 定小 這裡的定就是三摩波底 適用的範圍 適用的範圍比較狹窄 比較用於四無色定 滅進定 滅進定 所以看有沒有波羅蜜這個語詞 那麼 在大致人裡面有說 就是 禪定的語詞那麼多 有禪 有三摩波底 有定 為什麼不用 這個 三摩波底 波羅蜜 為什麼用禪 波羅蜜 因為禪它定位等詞 唯有一個 這樣定位等詞的禪 根本禪 才能夠引發神通 佛也是在 第四禪 來入滅 等等 所以禪 雖然它適用的 範圍只有在四根本禪 但是它的 特性 定位等詞 功德 可以引申中容的功德 所以禪 波羅蜜 來含涉 一切的 定法 這是 解釋禪定解脫三摩 底下解釋夠跟敬 夠就是愛著禪定位 敬就是 不愛著禪定位 再夠 那就是有漏定 敬 就是無漏定 三昧解脫等 分別者 如是禪分別 第四禮 如時之 眾生 諸根利盾 就是知道 就是知道眾生的根基 是上根或下根 是立根還是頓根 又稱為上下根治立 之他眾生他人上下株根 或都如始之 名為第四例 他眾生 他眾生 與他人 都是他嗎 那到底有什麼差別 底下 記住 三種 不同的解說 第一種 他眾生是指凡夫 他人 是指出國以上的聖者 另外有人認為 眾生 是凡夫跟有學的聖者 煩惱未盡 故稱為眾生 他人 特別是指 無學 的阿羅漢 因為煩惱斷進 第三種說法 有人認為眾生跟人 都是 一樣 只是名稱不同而已 諸根 根 有眼耳鼻舌生意六根 他這裡說諸根特別是指 信 禁念定慧 這些才有用 對佛法 比較有幫助 並不是指 眼耳鼻舌生意 這六根 所以我們想說你立根 或頓根 指的是你有沒有慧根 有沒有信根等等 並不是說你眼耳鼻舌 看得很遠 老硬比你還厲害 這不是指 眼等六根 上下 上 就是猛力 可以得到 下 就是按頓 不堪受到 佛 佛 於此 上下 諸根 如實之 不錯 謬 第五例 如實之眾生 好要不同 就是種種欲智力 記得欲 不是貪欲 欲是好要的意思 他眾生他人心 各有 各自的好要 佛都如實之 這是第五例 所樂 名為 貴 所向事 看重 你所貴向的 事情 或者偏愛的事 有的人看重財物 世間樂 有的人看重福德善法 每個人好要不同 這些 我如實之 第六例 如實之 世間 種種 不同的性 第五是 好要而已 稱為欲 第六呢 那就是根性 一大多人的說法 就是習以成性 不斷的熏習 成為 一個 習以成性的話 這樣的性就不容易改變 例如有的人 貪小便宜 小便宜都貪了 大的便宜更貪了 不斷的熏習 他就變成 貪行人 有人動不動就發脾氣 習以成性 那就變成成成形人 那就是性 所以這個性不是天生 而是不斷熏習 習以成性 有種種種種性 有種種種性 無量性 佛都如實之 種種種性 就是 眾生的性 非常繁多 各類的差別 無量性 與一一性 有無量種分別 解釋 解釋性 性就是從先世以來 來欣賞 不斷的熏習 不斷的熏習 受用 常所樂行 修習 故成性 也就是 積習成性 不斷的熏習 不斷重複的熏習 是善的還是惡的 善的那就成為善性 惡的就成為惡性 善性 惡性 佛如實之 第七例 如實之 治一切處到 在大盾裡面還有 提到了 就是 行善 可能生到三善道 就是天 人 有的包含阿修羅 就成為三善道 那行惡 造惡 那就 多入三惡道 這叫做 治 一切處到 就是你造了什麼因 到什麼地方 比如說造了惡葉 到三惡道 另外呢 還有 修學 佛法 道 捏盤 那就是 去向捏盤之道 去向解惡之道 那 這個佛 這種種佛都 如實了之 所以又稱為一切 治處到 智力 這是第七例 大臣是有提到 善道 惡道 跟無漏道 那麼 十字物壁 這裡比較 偏重於清靜的 功德 治一切處到者 能得一切功德 功德 功德是果 那麼 他 造的 業因 正在修道的 道就名為 治 一切處到 例如 五分三媚 或者 五支三媚 八 聖道分等 五分三媚 看一下角度 一二三 瑟利弗阿彼壇 他稱為五支 支就是支分 一部分 這裡說 五支定 第一個 就是 離 欲惡不善法 有絕有觀 離生喜樂 成就出禪 這是第1個 第2 我們看第3段的 處理字 初禪是有絕有觀 喜樂一心 他是離生喜樂 二禪 他已經沒有絕觀了 無絕無觀 內政信 他的禪字就是有內靜 還有喜樂 一心 無絕無觀 第三 定生喜樂 成就二禪 這是第2支定 再來第3 三禪 是離喜妙樂 他的禪之 具有行捨 離喜捨行 他有正念 有正志 還有身受樂 跟一心 這是成就三禪 再來第4禪 他是舍念清靜地 舍苦樂 他的禪之 有 不苦不樂 還有行捨 念清靜 還有一心 成就第4禪 最後 如引文到處第2項 善取觀相 善思為善解 那就名為第5支定 所以 這個比較 偏重於說 不是只有禪定 還要再進一步 觀察思為 就稱為5支定 5支三媚 請看角度 1、2、5 常阿涵第10經 時上經 他稱為賢聖 5支定 支跟至有時候在 經典 常常互用 5支定 第1個 修三媚 可以得到憲法樂 還有後樂 生內外智 就是 他知道 修禪定 可以得到憲法樂助 或者是後法樂 的果報 第2個 賢聖 無染愛 生內外智 他知道 修禪定 是賢聖人所得 他沒有愛染 第3 諸佛賢聖 之所修行 我們如果對照 角度1、2、5的瓜糊 2 倒數第2行 若有定 不確弱者 能親近 原此生智 對照起來看的意思 就是說 這樣的 聖者的 禪定 是賢聖 所修行 不是 是缺弱的人 所能夠 達到的 不是缺弱的凡夫 所能達到的 而是 賢聖 之人所修行 之人所修行正德的 非凡夫 確弱人所能親近 第4 是清安 即滅下 而生內外智 知道 這定是清安 即滅 第5 余三昧一心入 一心出 而生內外智 就是正念 禁出禪定 這是 五之三昧 或者是 五分三昧 五之三昧 或者是 八聖道 或者聖道所設的諸法 或者是 是如意足 是如意足 是如意足就是 是神足 是神足 我們看一下叫做126 有的是以 欲 增上 得到的禪定 成就如意足 有的是以精進增上 記得欲是好要善法的意思 也不是貪欲的欲 以好要善法善法善法欲 為 增上 所得的 或者以精進增上所得 第三 以意 就是心增上所得 第4 以思為 增上 思為有的又稱為官 所以欲 勤 心 官 這稱為 是如意足 或者是神足 經說 比丘 善修習 是如意足 一切利益 都能夠獲得 有人說 是禪 如經說 比丘 得是禪 心安住 一處清靜 可以除 煩惱 滅除 種種障礙 調和 堪用 不再退轉 這裡 所提的 治一切 促道 就是修這些清靜法 可以得到 解脫 斷除煩惱 等 對 得到解脫的一切道 佛都很清楚 第8例 如實之 宿命事 這是宿命治利 第9例 那就是 生死治利 第10例 就是漏盡治利 因此這3例 8、9、10 那就是 宿命治 天眼 天眼是知未來生死 另外就是漏盡 這3個 就是三明 六通 其中的三明 佛 的三明更進一步 那就是三達 三達 就成就 宿命治利 生死治利 跟漏盡治利 我們先看宿命治利 回向知 宿命事 就能夠知 宿命事 這是第8例 佛 如果想要念 自己 己一切眾生 無量 無邊的宿命 一切事 都能了知 無有不知 過 恒河沙等劫 的事 這個人在什麼地方出生 姓名是什麼 身份 貴賤 飲食 經濟生活 苦樂 所做事業 所受果報 心 在想什麼 從何處而來 如事等事 過去這些事情 佛都能夠如實了知 這是宿命治利 除了知過去也可以知未來 第9例 如實知 生死事 以天眼清靜過於人眼 眼有五種 肉眼 天眼 天眼 慧眼 法眼 佛眼 天眼 除了可以 沒有障礙 可以 看清楚 這 牆壁 對方 種種以外 最主要就是知未來 因此 知未來生死 就是 生死 知力 第9例 見六道眾生 水月 受生 這是第9例 大力的生文 以天眼 他只能夠見 小千 國土 見 其中眾生 生死死 小壁之佛 他看的 範圍比較廣 見千 小千國土 中立壁之佛 看百萬 小千國土 大力壁之佛 見三千大千國土 都能夠見眾生 生死 大力壁之佛 能夠見 眾生 生死 所去向 而諸佛是尊 見的範圍更廣了 無量無邊 不可思議世間 也能夠見 眾生 的生死 第10例 如實之 漏盡事 這是漏盡智利 漏有三種漏 玉漏有漏 無名漏 一切漏盡 有漏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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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 無名漏 所以弊戒的无名 要把它排除 因为它属于无名漏 有漏 那就是除了色戒无色戒 所系的无名之外 其他色戒无色戒的烦恼 通通是有漏 而三戒的无名 那就是无名漏 最后第四十种不共法 就是无外解脱 解脱有三种 与烦恼障碍得到解脱 第二 与禅定的障碍得到解脱 第三 与一切法的障碍得到解脱 其中会解脱阿罗汉 他是得到智慧的解脱 他只远离烦恼障碍 他只去除烦恼障碍而得到解脱 而拒解脱阿罗汉跟必知佛 他没有烦恼的障碍 他也没有禅定的障碍 因为拒解脱阿罗汉 因为拒解脱阿罗汉 他是得到灭禁定 不会有禅定的障碍了 唯有佛 拒足三解脱 因为佛 除了能够断除烦恼的障碍 也能够断除禅定的障碍 更能够去除一切法的障碍 总是三种解脱 故佛名为无碍解脱 常随心共生 乃至 无以涅槃则至 一直到无以涅槃 这四十种不共法 来列为开显佛的功德 令众生了解 古说 最后这里又提四十四种 佛不共法 所不说者 无量无边 佛不是只有这四十种 不共法这么殊胜 佛不共一般众生的 还有很多无量无边 这里略及四十四种 第一 常不离智慧 佛一切都是 身口意都是随智慧而行 第二 知道实解因缘不失物 第三 灭除一切习气 第四 得定波罗密 有些经论是说 佛常在定 无不定时 就是无时不刻都在禅定中 佛常在定 第五 一切功德殊胜 第六 谁所合一的都行 波罗密 谁所以行波罗密 第七 无能见顶 佛的八十种随行好 中间有一个叫无见顶向 例如 我们看角株一三二 刮虎一 摩尔波尔波罗密经 就是提到八十种随行好 其中一个就是无见顶 角株一三二的刮虎二 幽不赛戒经 也提到 如来是如何得到无见顶向呢 何以故 如来过去 为菩萨时 于无量士 供养师长 诸佛菩萨 头顶礼拜 破焦曼故 所以无见顶向 等于是过去都像师长 佛顶礼 有这样感德的无见顶 最尊贵的 一般我们看不到 这叫佛顶 这叫无见顶 是八十种随行好中间的一种 第八 没有人能够跟佛平等 第九 没有人能够胜过佛 第十 在世间当中佛是最上的 十一 不从他闻得到 佛是自己证悟的 十二 不转法者 不转法 因为十字笔案没有解释 我这里引了大制度论 或许可以参考一下 如角柱一三三 大制论 卷七十三 旭不离曾经这样问 一切法都是空 何以言于合法转 明不转法 应当从凡夫地转 于佛地不转 凡夫需要转凡成圣 已经成佛了 稳固了就不需要再转 佛达 若菩萨能观色等诸法 空无所有 能够 转 种种执着的心 于佛道中 已经成就佛地 那不必再转了 色等法 合合因缘而生 菩萨知道有违法 都是虚幻不实 有过罪 不应 著作于有违法当中 诸法空固 不能转着心 转着心 顾名不转 能够 扭转执着的心 达到不退转 我们再看瓜胡二 虚幅里问 不转顾名阿比八字 转顾名阿比八字 为什么不转也是不退 阿比八字就是不退转的意思 为什么不转也名为阿比八字 转也名为阿比八字呢 佛两种答 因为有二帝 的不同 世俗帝 跟第一帝 若菩萨入菩萨位 转身闻必知佛心 直入菩萨位 世明转 这转是有点扭转 执着的心 或者转二圣 到达菩萨位 到达菩萨正姓离生 从世俗帝来说 名为转 不转是从圣意地来说 入阿比八字第一议 诸法一相无相 尚且没有一圣的定相可得 一圣这样的相都不可得了 那怎么会有三圣的相可得呢 那就没有什么法科转 所以什么 什么道理称为不转名为阿比八字 什么情况下又说转也可以名为阿比八字呢 佛以世俗帝跟圣意地来说 就是世俗帝来讲 转二圣超入 菩萨位 这称为转 世俗帝 扭转着心 到安住 不退转 这称为转 另外不转 是说一切法空 有什么法可以让你转呢 无法可转的 在大圣里面 也有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 波尔波尔密 到底是属于谁所有 那边也是从二地来说 如果一世俗帝的话 波尔波尔密是属于菩萨所有 佛已经成就了 转名为一切种质 那如果 从圣意地来说 众生都是空 菩萨也是空 那你波尔波尔密属谁呢 波尔也是空 那众生也是空 所以就无所属 所以就无所属 同个道理 所以这里提到 不转法 或许 如果一 大致人来说 一切烦恼断尽 知道一切法 毕竟空 没有什么法可以转的 第十三 如果有人 妄称自己是佛 那这只能 私下吹嘘而已 不能够在佛头面前讲 如果妄称自己是佛 那是无法到佛面前的 第十四 不退法 第十五 得大悲 第十六 得大慈 十七 第一 可信授 佛最值得信授 第十八 第一 明文立养 因为佛 一切功德具足 当然是应供 看授 一切众生的供养 而且名声当然是最好的 因为佛世尊天人师 十九 十九 与佛同住诸师 其他的诸师 都没有办法跟佛相等 二十 诸师 没有得弟子众如佛 佛的弟子 很多都是贤圣圣 是非常出色的 二十一 端正第一 能够看到的人都非常欢喜愉悦 二十二 佛所使人无能害者 就是佛派遣什么人去做什么事 当那个事情还没完成之前 这个使者 他不会受害 这经典 都有提到 如角柱136 瓜虎1 大臣就有提到 佛 所派遣的使者 水火冰毒 百千种 终不能伤 因为是佛所派的 二十三 佛预渡者 无有伤害 佛都想要度 那 就没有人能够伤害 二十四 新出生时 就能够断思维解 就能够断修祸 二十五 可度众生 忠不失时 可度的众生 佛都不会错失 使节因缘 第二十六 第十六至 得无上菩提 在十柱毕佛萨论 对十六 跟无上菩提 有特殊的关联 在前面 施力波罗蜜的时候 也有提到 在第十六心 得正义 一切智藏在佛身 还有在 第六 发普利心品 提到 得十六心 无碍解脱 这个蛮特殊的 十柱毕佛 对十六 心或十六智 有特殊的看法 二十七 一 佛是世间 第一 福田 二十八 放五亮光明 二十九 佛所行不同其他的人 三十 佛具有百福的相 百福的相 大家可以参考角度一三九 大毕菩萨论 大毕菩萨论跟大制度论 三十一 五亮五边善根 三十二 佛在 某些情况 能够震动 三千大人世界 入胎时 出生时 得佛道时 转法轮时 舍长寿命时 入涅槃时 这几个时候 能够动三千大人世界 大尊有解释 佛为什么要震动 大天世界 里面有好几种说法 其中一个 就是让众生体悟无常 地会动 不要一直以为都安稳无事 三十八 扰动五亮无边 朱母宫殿 让这些朱母没有威德 都使他们震惊不畏 三十九 朱忽视天王 就是四大天王 第四天 夜母天 偷帅天 化乐天 他化自在天 这是六异天 再来色戒 梵天王 禁居诸天等 一时来即 请获转法轮 这里就不只是梵天王 请获转法轮 包括玉戒天 禁居诸天的也来 四十 佛身兼顾 如 纳罗言 纳罗言 是 金刚立世的意思 四十一 之前还没有解戒 而佛 最先解戒 制定戒法 四十二 佛有所作为 事立圣人 四十三 菩萨 处胎 他的母亲 与一切男子 都没有染灼心 四十四 力量能够救度一些众生 最后总结 佛不供法 有如是等无量无数 其实还有很多 但是如果一直说 其他的法就没办法说 妨碍于事故 不许广说 僧文法 虽然有一些 相似佛的功德 但是优劣不同 有差别 副次 总说诸佛一切诸法 五量无边 不可思议 低习有 佛的功德是一切众生 无法跟佛共同的 假使十方诸三千大千世界 超过算数 所有的众生智慧 都像大凡天王 或者像大毕之佛 所有的众生 都像射利佛智慧第一 集合这么多的智慧 让一个人得到 所以说这个人 他具有一切 射利佛大毕之佛等等的智慧 但是这个人想要跟佛 事实不共法 终 为少分 要比较的话 是根本不能比 所有的众生不及佛 其中不共法 百千亿万分之一 作于一法 百千万亿分钟 不及其一 诸佛有如是无量无边功德之力 那为什么能够得到 这无量无边功德之力呢 因为佛在无数大劫 都安住四功德处 地舍灭慧的功德处 身行六波罗蜜 善能具足菩萨 他一切所行诸法 那由于种下的因 是不共一切众生 所以得到的果报功德 也不共一切众生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